下来关注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 五国星期三在首场B组小组赛派出最强阵容 以5比0完胜新加坡之后 四轮小组赛转换策略 派出全班年轻小将初衷 最终不负众望 以3比0完胜哈萨克取得晋级半决赛的优势 为我国提前三场取得胜利的年轻小将 分别是22岁的爱迪尔 21岁的林中庆 以及19岁的郭景洪 根据余总官方脸书公布的成绩 爱迪尔以21比11 21比12战胜尼亚佐夫 林中庆则是连下两局 以21比11轻取库尔马托夫 最后郭景洪更是气势如虹 以21比8和21比4击退了塔吉布拉耶夫 而三场比赛下来全都不超过半个小时